大家好 今天是6月19日 星期五 市有少少突破 因為指數在下午時段一步一步升 最終突破了10天平均移動線 我們先看看指數 早市指數輕輕低於91點至24,373點 其實早市曾經低於24,334點 這一分鐘輕輕跌了130點 但不重要 因為即使是這樣 指數仍然穩守20和50天線上 到下午就有少少奇數上的突破 因為主要成份股大部分都輕輕做好大動之下 指數最終曾經高見24,776點 這一分鐘上升了312點 現在這一刻大概是3.30分左右的水平 指數暫時來說是24,674點 升了208點 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除了騰訊 從神經那裡升到上465.6 以及港交所去到300.08元之外 其他平約的藍酒包括匯控、友邦、中移動、中行、建行、公行 甚至乎平保等等的主要藍酒都輕輕做好一點 從而將市一步一步拉升上去 最高見外24,776點 值得留意的就是移動線方面 剛才我提到指數已突破了10天平均移動線 即是這一刻整個市是穩守10、25、10天線之上 只要這個形態不變下一個目標 多看一點就是100天線 100天線已經跌到24,815 相對剛才我所說的24,776點這個高位 相差只是幾十點而已 換句話來說 形態不變的話 最終市是會趁這個機會突破100天線 從而在月底前看有沒有進一步挑戰 今個月10號的高位25,303點 其實在近日的視像分析 我帶出一個形態 就是大市一直以來都沒有跌穿到 今個月1號的低位23,539 即是6月份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都是保持一個先低後高的形態 在先低後高的形態之下 以單月的波幅去到25,303點來計 1,764點的幅度不算特別少 但是如果在24,400點在阻緊開步而突破 而一眾的傳統籃籌都能夠稍微配合一下 不排除指數是會創6月份的新高 當然知道 6月份除了半年結的因素之外 最重要就是7月份的大市怎麼行 傳統來說 6月份都有一些基金相關的粉飾活動 目的很簡單 希望在相關的粉飾效應之下 能夠為投資的組合做好一點 從而改善表現 因為今年的市場 老實說相對高的29,174點來說 很多傳統基金現在的表現都會佛善觸塵 除非你是鎮嘴型的基金 你首握是四大天王的股份 例如握騰訊、阿里巴巴、平安好醫生 美團短評這些表現不用說一定量例 甚至握個別的醫療股 大5G的股份表現都未必會太差 但你純粹是拿著一些傳統籃籌 老實說一定是跑數大事 在半年結界後應之下 基金經理可能都稍為粉飾一下 做好一點 這個所謂粉飾一下 可能會把市場拉回去25000 甚至會留上去進行一個期指的轉倉和結算 形態是有利7月份作進一步推進的 不過當然知道 以往就說五狂、六絕、七翻新 5月如果是 剛才是騰訊、阿里巴巴、美團短評這些 怎會狂 但指數5月份的確波幅向下跌 到6月份是否這麼絕 如果你說月初做好 中段就收兵、略為保守 到月中之後又開始做好 你根本上一跌都不狂 當然知道了 月初就是做淡 去到中場就開始做好 不用說就蓋兩巴巴 當然是絕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講到這裡 形態上是有利 在6月底前稍微高收一點點